花联市中正路沿着美轮溪出海口方向的自行车道 是民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但是因为树荫茂密 阳光不予渗透 路面上长慢了青苔 近期又下雨 湿滑导致民众散步跌倒 新议员张美慧接获成情后 立即要求观光处到场会刊 寻求解决方法 花联市中正路沿着美轮溪往出海口方向的自行车道 是市区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地方 但最近却传出因为步道路面失滑 有民众在这里散步的时候滑倒受伤 先员张美慧立即邀请的 卸府观光处到场会刊 寻求改善方法 在花联市的两铁自行车道 特别是从中正桥 就是花联医院这边下来 一直要往出海口的这一段 那因为这里有绿印 有树印 所以它有落叶的一个情况 那也有可能因为阳光比较照不到 所以它也有地面上有青苔 那因为最近又是梅雨的季节 很多长辈平常就会来这里 那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危险性 其实是提高的 因为有民众跟我反映 就是他每天来走 那前两天 一个阿伯在他前面就滑倒 他自己也滑倒 那因为我也很常使用这里 所以这个滑倒的这个情况 我自己也有接触到 也有遇到 所以我特别请观光处这边来看 来了解 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改善 至少可以短中长期这样子 来区分来执行 走进步道确实可以感受到 路面长了青苔 最近下雨又积水湿滑 一般人走都必须要 格外的小心翼翼 更别说是年长者 张美惠建议县政府 要有短中长期的解决方式 那短期就是先把这个高压 用高压水柱可能把这个路面的青苔 先把它清理掉 那至少滑的这个程度可以降低 那另外就是说 到底要长期的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建议就是县府 观光处这边应该要去参考 其他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 或者是其他县市也有提出来的 或者是在执行的 可能防滑系数 那又可以有耐阴 那又可以抗青苔 这些相关的一些材质 来进行改善 或者重新来铺设 让民众有一个健康的 安全的一个休憩的 一个两铁自行车道 县府公安处则表示 可以定期使用高压水柱 清除步道上的青苔 让路面有止滑效果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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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员